哈喽,大家好,又回来了 这边又在做视频给大家看了 背景非常乱,不要去管我的背景 这才是最真实的 我又回到我的办公室了 我又回到家里了 又是这熟悉的场景 后面全是货 哎呀,其实我做电商做的好好的 我发什么分去开卡车呢? 开卡车也是一种兴趣爱好,也不错 其实也不少证,都不少证 我干什么都不少证 只要我想干,保证能干得好 就是这样子,那这些货怎么办呢? 哎呀,只能在家里让我老婆发货了 我就自己账号远程操控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开卡车真的是太耗尽力了 就是说,一天10个小时 开11个小时 我那个软件可以一天开13个小时 其中有两个小时是额外系统再加给你 合法给你开 那我基本上都把它用到满 所以说为什么,好皮的 我觉得好皮的,我真的好皮的 就是说真的是很耗尽你 很耗尽你啊,特别佩服这些开长途卡车的哈 尤其是开纽约到加州的啊,太牛逼了 我那么跑几趟,我屁股都痛啊,受不了 就是说明显觉得 站起来脚都软了 就一天开下来,站起来脚都软了 然后呢,要自己再煮点东西吃的话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 完全没有心情吃,完全吃不下去了 就是,就是没胃口 一躺下,就是说一休息一躺下来 就觉得很吵,不想动 就是不想动 就是这种感觉,不知道各位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上班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一下班,哎呀,不想动 做餐馆也是啊 做美甲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很忙的店 干一整天下来 就是做到那种很崩溃的状态 就是一天做14个客人 我以为是一天做了17个客人 干了整整 15个小时左右 差不多15个小时左右 做17个客人,平均一个小时一个客人 一个小时一个客人 想要不停的,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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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重复又重复啊,完全那种 那种忘我的状态,就是完全会 让你分掉 不过,今天话说回来 我上一周拉了一个柜子 是洞柜 那么原本是很顺利的 从南卡拉到新泽西 两家都是大公司 一个叫 农场 另外一家是叫做 Goya Goya呢,大家都看到这个牌子 经常在那个罐头区 超市,美国超市的罐头区 都可以看到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个大公司 我送到新泽西的 D.C.叫做Distributed Center 但是呢,送到那边之后呢 对方是拒收的 他给的理由就是 我不需要你这批产品 你这批产品不好,坏了 没有坏啊,每个东西哪里会坏啊 每个东西其实都很好啊 再说我的冰箱也没坏 但是人家就是不要 拒收一开门,连包装都没拆开看啊 一开门我就不要了 哇,我觉得这两家公司估计其中有梗 啊,我是属于受害者 我只是负责在货的啊 机器没有坏 这都不是我的错,我不管啊 那Blogger,现在就是说 Dispatcher跟Blogger去去联系去吧 我机器现在是不停的24小时打 已经打了4天了 还没卸货,还好我现在是回家休息 我要是在上班的话 这4天时间全部浪费了 那今天我也等了一整天 星期一,那就是说国庆节过后 今天7月5号,等了一整天 哇,我还主动的联系了Blogger 没办法卸货 那么这批货怎么办 就停在停车场啊 继续机器开的 我老板人也挺好的 哎呀,真的太感谢了 不然的话,这次死定了 你说我停哪里去啊 那么大一台车,53只 我停哪里去啊,我有病啊 是吧 所以说做车主有没有压力 有 做车主每次都这么顺利吗 没有 啊,就是会遇到各种奇葩的事情 像尤其是我这种刚开始做的 然后我就会打电话问其他人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的 没有耶,很少 有遇到一两次是一整版 比如说一个版两个版坏掉 哎,我不要扔了啊 那没关系 这都很正常 我我我前一趟 在顿柜之前的前一趟 也是载的是那个 从 从那个罗德岛载冰淇淋到了 北卡啊 这一趟里面有其中多了一个版的冰淇淋出来 那我怎么处理 我就把我就把这些冰淇淋啊 在油站那边 等一下 啊,我把这个冰淇淋啊 就 让我退回去 是不可能人家已经不要了 那这些冰淇淋都是好的 啊,就是就是标签贴的不贴错了 人家不收 卧槽 那怎么办 全部扔了 那我我这种人是不可能去爆肠天物 我就把这些冰淇淋全部拿到加油站全部去送人了 啊,就是见人就送啊 可开心了啊 那送教会送朋友啊 送送送送送给谁 那其实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都化了差不多了 啊,那怎么办呢 那这这种的事情经常发生 还有我旁边车是一个越南人 两夫妻开 从加州到罗德岛 一车的cherry cherry没坏 箱子坏了 货餐巨熟 扔掉 啊 怎么可能扔掉呢 作为亚洲人 哇操都是都是这么节约的人 怎么可能扔掉 就行内大家都好 那一份呢 吃了 老美真他妈垃圾 不讲我的 啊 什么东西都扔 嗯,你怎么不扔牛扒呢 我最喜欢吃牛扒 我最喜欢吃牛扒 你怎么不扔牛扒呢 我靠 是吧 所以说吧 从了这件事之后呢 我就觉得我不想再去 我不想再去做冬柜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做冬柜 也是我的最后一次做冬柜 我以后再也不想去碰冬柜了 太麻烦了 首先 装货慢 卸货也慢 然后收货方又又拒收 随便给一个理由 我就是不要了 你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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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吧 这个风险系数太高了 而且你还要买额外的保险 卸货的时候啊 还要交一笔费用 叫做relay费 就是说卸货费 你要发给那个仓库的工作人员的 但是呢 这个钱是Dispatcher 或者Blogger 以后会把这个钱返给你 那我也拿到这笔钱了 这是我最近开冬柜的经验吧 但是呢 我发现华人很喜欢开冬柜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就觉得货架好 哎呀就干吧 其实啊 不要 我个人建议哈 你们其他人想做那是你们的事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实在也不想去碰冬柜了 因为就这么几周时间 我就发现这个东西 简直不是给人玩的啊 除非你很闲啊 除非你真的是很牛逼 嗯 然后确实牛逼哄哄啊 经验丰富啊 没事你去做 你就做吧 我是不想碰这东西啊 冻柜的卸货跟装货地方完全都是啊 装货是在货场 卸货地方就很玄幻了 有可能是货场 有可能是local的小潮湿 懂我的意思吧 不好近啊 找不到路啊 就这种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 而且你载了一个大冰箱 如果了冰箱坏了 温度下来了 你这是要赔钱了啊 你这个东西 温度管控的非常严厉 美国就是这样子 稍微有一点点的温度 变化了 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后 那么你就完蛋了 像疫苗啊 这些东西啊 那你就完蛋了 你你基本上就这个作废了 那我这次载的是一些蔬菜 按理来说其实是没关系啊 也是在合理范围之啊 啊 就是 装货的那些工作人员 装的太慢了 导致里面的冰先融化了 然后呢 融化就算了 箱子已经死了 再装到我车上的时候啊 他门关不上了 那门关不上怎么打 怎么办 一百多度的温度啊 我只能把把车再倒回去 然后再把 他们再把那个货 重新再往里面推啊 终于把门关上了 就是这样前前后后 装货装了三个多小时 我都无语了 你说这些货能不化掉吗 这不能怪我啊 我开车的习惯 不能说非常好 但是 我 我的标准标准操作流程 我可以说完全是满分 为什么 首先 我看老外开那个洞柜的门啊 还没倒进去的时候 先把门打开了 然后呢 慢慢倒慢慢倒慢慢倒 气早就跑光了 我跟人家不一样 我就是屁股先倒进去了 马上快到墙了 我先停下来 再把门打开 然后再被屁股堆进去 就是 缩短 卸货 我冷气跑掉的时间 你看 这么有责任心的人 去干冻柜 都觉得 这不是能干的 我都这么认真了 它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 包括也是天忆 所以说我不会学会去抱怨 我之前有 有祷告过 我觉得 我适合做干柜还是冻柜 那我适合带人 还是不带人 我是不是适合跑停 还是不跑停 还是一个人跑 只挑明路 那我们 我觉得吧 现在 给我的启发是什么 我 这一趟去洛杉矶 我去搞一个干柜 搞一个干柜 干脆搞一个干柜 不做冻柜 也不抱怨什么 洞柜可能不适合我 但是呢 有可能适合其他人 有可能适合你 在座的各位 有可能 不可能说适合我 首先 我不是那种很非常缺钱的人 我觉得货价差个三五百块 也还好 因为洞柜开一整天那边 可能邮费就去掉 三五十块钱 现在的油价是三块钱 就去掉十加轮 或者十五加轮左右 就很正常 就是这个合理范围之内 十加轮 跑一整天 零下五度的温度 不是零下十度 零下五度 我现在设的是零下五度 那么机器还就是 跑一会儿停一下 跑一会儿停一下 就是完全没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哈 冬天可能会跑得更好 更久一点 因为冬天的温度本来就抵 尤其下雪的地方 像美东 可能可能对车主来说是一种福音 但是呢 我发现我 嗯 我不想去碰这个东西 首先 我的车子本来就已经很吵了 然后再加上机器又很吵 啊 那就轰鸣声 就是你完全休息的时候 你一个人开 你休息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很影响睡眠了 就是我我停车我也不喜欢玩 停在洞尾旁边 吵 而且你还要时刻注意 晚上睡觉的时候 旁边有没有手间的人把它给关了 或者是把温度给调上去了 因为什么 你调上去之后呢 会安静很多 啊 你睡着了你也不知道啊 这下你死定了 里面的货全烂了 也有可能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 就像我现在遇到的这种问题 你到了货场 他不给你谢 他给你找个理由啊 就说这个温度 不是这个温度啊 温度是没问题 他就说啊这个冰块太多 我不要 冰块太多 我不要 我操 我也是第一次 我连我的朋友 连我表哥开开这种 洞柜开了一整年了 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奇葩的问题 那现在好了 都是大公司 都干上对方了 我作为受害者 我是中间人 我只是一个帮运工 这下我卡在中间了 哪里都去不了 那柜子也就放在那边 那我这几天是应该去跑 PowerOle 对吧 所以说 我接下来 不会再想去开洞柜了 我还要去买额外的保险 所以说 这是我这几天开 洞柜所遇到的坑 那么 也在这里分享出来 给各位一个警醒 或者一个思考的思路 以后该往哪个方向走 有的人就是觉得 哎 我老板是叫就是开洞柜的 我也学洞柜吧 而且我发现 开洞柜的华人还不在少数 确实很多 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还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洞柜的地板 是Metal Floor Metal Floor呢 有很多限制 就是 有些 比如说会移动的东西 它不让你转 所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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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 你稍等我一下 可不可以 就五分钟马上就好 我没有办法 然后 我没有办法 先坐到这边 谢谢 谢谢